8月以来,南方的温度越来越高 据说马上就要迎来四川盆地气温的最高峰 这段时间很不喜欢吹空调的我,却不得不每天开着空调 关起窗户,把酷暑和炎热灌在门外 吃了早午餐,不管室内室外,也不管时间早还是晚 喝茶时间是一定会有的 一边聊天,一边弹琴,一边喝茶 也一边可以欣赏窗外院子里偶然来的不速之客 出来了 不来,不来哥,不来哥 在哪儿啊 今天有大学闺蜜从外地来成都 我们几个同情好友约了下午茶局 哎呀,不敢穿多了今天这天 我应该戴一个袜子哈 好了,拜拜 拜拜 玩开心啊 嗯 美女在一块儿 外地同学回来成都的次数不多 想让我们推荐一些可以逛耍的地方 一想到这具体的室外温度确实很难逛起来 所以干脆就推荐了东郊记忆 先去这家有工厂古堡特色的咖啡厅 把太阳最烈的时光打发了再说 闺蜜对这个地方很满意 可以评咖,可以看美女 还可以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 好久不见的女人们一见面 画匣子就像洪水出闸 止不住的倾泻 从下午聊到晚饭时间都过了 才意犹未尽的起身 还是要意思一下 陪朋友去逛逛街拍拍美照的 最后选了一个方便一点的穿菜馆 最重要的是 这里环境也很安静舒适 适合我们继续畅聊 最后选了一个方便一点的穿菜馆 于是这一场从青春到中年的畅聊 又就着美食继续叽叽喳喳起来 有人说女人最好的解压良药 就是倾诉 倾吐 不管是好的情绪 坏的情绪 都需要有姐妹分享 一份喜悦分享了就成双份 一份烦恼分享了就只剩一半 可能这也是女人普遍比男人长寿的原因吧 所以为了我们珍贵的树栋们 干杯吧